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以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终一家搬起石头砸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6号星期三 今天影片开头的这个小视频 狗哥是越看 感觉这个脚呢是越疼 这个有兴趣的网友们 其实呢可以去检索一下 就是这个中国的官媒上 比如说这个头号的官媒日人民报 过去一年来 在他的报纸上出现了多少次这句话 就是这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这句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个呢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特别呢是对这个对媒体啊 对传播 对观察这个中国社会发展 有兴趣的网友们来说 可以统计一下最近几年来 每一年这个日人民报 他出版的这个报纸上出现过多少次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句话啊 然后呢大家呢就可以感受到 这个中国官方他加速开倒车的这个状况啊 应该呢是这句话呀 他是出现的是越来越多 另外这个比如说啊 还有斗争这个词啊 还有这个中国人民这个词 还有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词啊 你更不用说 还有习近平这个词啊 这些词这些年来 在这个日人民报这样的官媒上 他们应该出现的频率呢 是越来越多 这个呢就反映出 中国在整体上发展的这个趋势 中国的这些官媒 还有今天小视频里的这些中国的官员 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这个最熟悉的这句话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个呢其实也反映出来 他们这种思维的僵化 还有他们这个文化知识的这种缺乏 这个中国人民啊 自古以来就知道 中华文化是博大精神 那为什么这个中华文化 他非常厉害的发展到现在 像赵立坚像王毅等等啊 这样的这个中国的精英只会讲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种大白话 哪怕你这个偶尔的换一下 说这个呢叫偷鸡不成十把米 陪了夫人又折兵 或者叫这个自作孽不可活 或者说呢你显得再有文化一点 用这个自食其果 自食恶果 自掘坟墓 作茧自负 玩火自焚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中文的成语 那这个呢 比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一大白话呢 也要好得多对不对 结果呢这个中国的官媒 中国的这些官员 现在他们只会用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这句大白话 这个就是显得他们这个非常非常的无聊 同时也反映出来 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没有文化 那这个是不是也说明这个传说中啊 自古以来博大精神的这个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 在中国大陆现在是不是都被狗了啊 都被狗吃了啊 在这呢 狗哥呢 想问一下台湾的网友们啊 就是台湾的官员们 他们会不会讲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句话 台湾的官员们是不是应该不会这么无聊啊 不会这么的这个没文化 另外这个虽然中国的官媒和官员们只会讲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而且呢 他们都是诅咒其他国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但是呢最实际经常发生的状况就是这些中国官员 中国政府他们自己是搬起石头砸他们自己的脚 甚至说呢 这些石头还没有砸到他们的脚上 他们的脸啊都已经被那个砸花了 最最新的一个案例 就是过去一年中国政府在进口澳大利亚煤炭这个问题上的神操作 这个问题大家呢应该都是这个比较清楚的啊 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啊 大概整整一年之前 中国政府呢是秘密的下命令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 中国政府在当时这么干 他当时完全的就是要用这种经济大棒啊 这种贸易大棒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啊 那去年这个中国政府他为什么要针对澳大利亚这么干啊 一个呢就是最近这两三年啊 澳大利亚国内反对中国政治渗透的这种力度呢 在加强这个在跟中国保持了好几十年的这个友好交往之后 最近这几年澳大利亚的很多精英终于是这个意识的啊 伴随着这种友好的交往 那中国集权的影响力呢也在进入澳大利亚的社会 在侵害澳大利亚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啊 你比如说在澳洲的很多的这个亲中共的华侨华人所谓的这个民间的团体啊 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孔子学院还有这个中国政府 他在澳大利亚推的这个一带一路等等等等啊 那这些呢都引发了澳大利亚很多精英的担忧 然后呢他们呢就有一个反击 要抵制中国集权对澳洲社会的这种不好的影响啊 那这个行动呢当然呢就会让这个中国政府呢是很不爽 去年发生的另外一个事儿 就是当时澳大利亚政府呢是挑头 呼吁国际社会呢认真调查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源头 也就是在这个中国的武汉 这个疫情到底是怎么爆发的啊 中国政府在刚开始的阶段 在多大程度上掩盖了疫情等等这些问题 这个行为呢就让中国政府呢对澳大利亚是更不爽啊 甚至说对澳大利亚要这个跳脚愤怒了啊 因为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是从去年到现在 中国政府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啊 就是这个疫情在武汉的起源问题啊 中国政府它是一直在掩盖 一直要掩盖的啊 这个呢也是从去年到现在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它最大的一个政治问题 所以呢在去年的这个大概9月份 还是10月份的样子 中国政府它就悍然的下命令 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 同时呢还伴随有这个其他的经济大棒 比如说停止或者是限制进口澳大利亚的红酒 澳大利亚的大麦 澳大利亚的龙虾等等这些东西 中国政府它就是希望通过这些经济大棒 想让澳大利亚呢感到疼 然后呢就迫使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呢 在其他方面对中国呢进行让步 比如说你不要再挑头去追究疫情起源 这个问题等等啊 那这个操作呢也是中国最广大的战狼粉红们 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啊 就是你有种别从中国赚钱 你对中国不好就别想赚中国人的钱 其实呢跟那些官员们是一样啊 粉红们呢他们只会讲这种话 他们也是只有这么一个这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思维 他们的这种思维呢 就是跟这澳洲龙虾呀是一样简单 所以呢在去年这个时候啊 这个中国政府呢 他是针对澳大利亚是挥舞了好几个这个经济上的大棒 想迫使这个澳大利亚下跪 其中停止进口澳大利亚的这个煤炭是最受关注的 而且呢中国政府这种操作呀 他呢还不明说 他都是在私下里啊秘密的下命令 这个呢也是显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阴暗 还有小气啊 结果呢这个有好多运输澳大利亚煤炭的货船 他们到达中国港口以后才发现 中国海关呢根本就不办理这些煤炭的清关手续 这个呢又导致这些巨型的货船 当时是曾经呢 长时间是飘在这个中国的港口外边 飘在这个大海上 大家知道在当时呢 还是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最厉害的时候 这个呢就给这些货船上的船员们 也都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麻烦 这个呢就是中国政府 他的这种流氓作风造成的一些后果 但是呢在当时中国最广大的这些个战狼粉红们 他们是这个非常高兴非常开心的 因为他们是再一次看到了这个中国政府 敢于在私下耍流氓 用他们的这个另外一句名言来讲呢 就是看到祖国这么流氓 他们终于又放心了 他们认为这个澳大利亚呢 肯定很快的就会怂 很快的就会向这个兔子呢下跪 这个呢就反映出来这个中国人的一个典型的思维 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天底下呀 没有谁不爱钱 粉红们就认为这个 在中国的这个金钱面前 这个袋鼠国呢是肯定要下跪的 但是啊 袋鼠国还没有下跪 在去年很快 中国呢就遭遇到了这个第一次大停电 这个呢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当时主要影响呢是中国南方的很多省区 正在看这个影片呢 生活在中国南方的网友们啊 比如说这个湖南的 广西的 浙江的等等啊 对去年年底的那次大停电呢 应该呢还都有印象啊 那次中国出现电荒 也有这个各地政府 他节能减排主动限电的原因 但是呢 中国从澳洲停止进口煤炭 导致一些发电厂煤炭供应紧缺 发不了电 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当时狗哥做影片就讲啊 当时呢也是这个鹦鹉学舌 学那些个中国官员讲话 这个呢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搬起石头 砸自己脚的这个典型的案例 中国政府他停止进口澳洲的煤炭 想用这个操作呢 让澳大利亚下跪 结果反而是助长了中国自己国内电荒的状况啊 当时把这个中国很多 战狼粉红们他们的那个小脸 小爪子都动肿了 这个呢就是非常典型的 这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大家呢可以看这张图 这个呢是最近三年以来 中国从国外进口这个煤炭数量的示意图啊 涂上蓝色的部分是中国每年从印度尼西亚进口这个煤炭的量 黄色的部分是这个中国每年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的量 红色的部分是从这个俄罗斯进口的 其他颜色呢代表的是从这个其他国家啊 那这个很明显 在2019年和2020年中国呢 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了这个大量的煤炭 进口量的是仅次于印尼 占到这个中国总进口量的大概20%左右 但是呢在今年 大家呢可以看到啊 从这个澳大利亚进口的煤炭的量呢 就很少很少了啊 在这个柱形图上 这个黄色的部分呢 已经几乎是看不到了 这个呢就导致中国在整体上进口煤炭的数量呢 也少了很多 然后呢就导致这个中国国内的煤炭价格在今年是飙涨 结果呢就夸 在最近 还有在现在 又在中国导致了一场电荒 这个呢就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中国出现了第二次这个电荒 大规模拉闸限电 煤电可用的这么一种状况啊 甚至严重影响到了这个东北地区的居民用电 但是这一年来 人家澳大利亚有没有向中国贵 显然是没有贵啊 大家来看另外一张图 这个呢是去年和今年 澳大利亚它出口煤炭总额的这个示意图 去年在9月份10月份 中国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以后 导致澳大利亚这个煤炭总出口呢 是暂时出现过一个低谷 但是人家呢很快就反弹了 到现在呢又回到了这个高位 所以呢从这个出口煤炭的总数量上 人家这个澳大利亚呢 没有受中国大棒的这个影响 而且呢过去这一年 国际煤炭价格呢也是飙涨 澳大利亚它从煤炭出口这一项上 可以说是这个赚大钱了啊 所以呢在过去这一年 中国要停止这个进口煤炭 要收拾澳大利亚 结果呢中国搞的是自己国内缺电的状况 是非常的厉害 但是呢人家澳大利亚不但是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呢还赚了大钱 大家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神操作 狗哥今天是特别希望这个中国的战狼粉红们 多来留言说一下 贵国政府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神操作 这到底是在下一盘什么样的大棋 昨天这个包括路透社 还有澳大利亚的媒体都报道了一个消息 就是中国政府 他最近为了缓解电荒的状况 又重新开始为澳大利亚进口煤炭 办理清关手续 报道说呢 从去年到现在 这个大概有一百万吨从澳洲进口的煤呢 一直是没有办理这个清关手续 应该都是堆积在中国港口里边的这个仓库里 但是呢在最近几天 中国方面呢是非常快速的办理了这些积压煤炭的 他的这个清关手续 这个呢就是这个非常非常明显了 这个呢就是中国政府啊 他下跪了 他怂了 你或者说好听点呢 这个呢就是中国政府啊 他无奈了 他缺电缺的实在是太厉害 他就不得不暂时低下高的头颅 忍受屈辱重新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 狗哥是对中国政府的这个非常现实的操作 是这个非常赞赏 非常肯定的 他的这个操作呢是很正确的啊 绝对是应该必要 再加上必须这么一种操作 但是呢中国政府这个非常现实的操作 对于像赵立坚 像王毅这些这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这个战狼官员 还有中国最广大的战狼粉红们来说 是不是是这个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或者说呢是很难接受的啊 因为这个呢就是中国政府 他公开对澳大利亚下跪啊 怂了啊 那这个是不是这个中国的战狼粉红们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啊 中国的这个老一辈战狼呢 有过一句名言 叫这个宁愿华夏不长草 也要收回钓鱼岛 宁愿中国遍地坟 也要干光什么什么人啊 所以呢这个现在中国新一代最广大的战狼粉红们 是不是宁愿天天没电用 没网络 没手机刷 没空调吹 也要干翻澳大利亚 是不是必须是这种精神 狗哥认为呢 这个呢不叫精神 这个呢叫神经病 今天狗哥呢 要再告诉战狼粉红们一个比较扎心的消息啊 就是在过去这一年 中国基本上是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 但是在同时是增加了从美国进口煤炭的这个量 而且呢中国还增加了从印度进口煤炭的量 而且呢这个中国从印度增加进口的一些煤炭呢 据说呢是澳大利亚卖给印度 印度在转手卖给中国的 所以呢大家说啊过去这一年这种操作到底谁是傻子 中国政府他傻吗 狗哥认为呢他不傻 像王毅像赵立坚这些官员 他们肯定是不缺电用的啊 人家这个整天待在北京外交部的大楼里 这个日子爽得很 最傻的是不是就是在中国被断电 没电用 但是呢还在恨澳大利亚恨美国恨印度的那些这个底层战狼粉红们 所以呢真的是太傻太傻太傻 中国政府呢总是这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其实砸的最本质的就是这些人 就是这个中国最广大最底层的这个战狼粉红们 同时呢也有这个很多很多无辜的不是粉红的这个中国人呢 也受到牵连 这个呢就是最新的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这个大新闻 就是中国政府他恢复进口澳洲煤炭 这个呢狗哥呢就不再多做这个点评了 过去一年中国政府的这个惊天地气鬼神的神操作呀 这个砸的狗哥真的是这个无话可说 今天的狗哥呢要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台湾外交方面的新闻 这个中国官员他们经常这个讲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他们经常诅咒的一个对象呢就是台湾 但是呢台湾在这个外交方面 这个呢也是这个中国政府和战狼粉红们最不喜欢看到的一个领域 最近台湾在外交方面呢是接连有不少的进展 在最新一期的这个国际知名的外交杂志上 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发了一篇文章 讲这个如果台湾落到中国手中 那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和民主盟友体系 都将会是一场大灾难 他说这个台湾呢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自卫 在这个昨天也就是10月5号 澳大利亚前总理阿博特是到达台湾进行访问 他呢要在台湾参加一个国际论坛 并且呢发表演说 这个澳大利亚前总理他在到达台湾之前 是谈到这个澳大利亚支持台湾加入CP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他讲了一句话 格国认为呢是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啊 这个阿博特就说呢 中国不是CPTPP的成员 中国也不太可能成为这个CPTPP的成员 而且呢中国已经是对澳大利亚 还有其他许多国家都处在这个高度不满意的状态 所以呢澳大利亚支持台湾加入CPTPP 中国呢应该也不会比现在更不高兴 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呢 反正中国已经是很不高兴了 让他再不高兴一点呢也无所谓 今天还有一个让中国是严重不高兴的事 就是法国一个议员代表团到达台湾进行访问 法国这个议员代表团到台湾之前 中国驻法国的战狼大使呢 也是耍了这个很多的花招啊 来抗议 想阻止这个代表团访问台湾啊 但是最终他的这个抗议无效 格国认为呢 这个前两天中国军队是出动前所未有规模的 这个空军战机的力量骚扰台湾 他呢也有表达这方面严重不高兴的这个意思啊 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这些国家惹我不高兴了 那我呢就去这个骚扰威胁台湾 这个呢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骑扰威胁的一种风格 另外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这个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今天说 研判中国呢 在2025年会具备全面侵犯台湾的这个能力 那所有的这些消息 让狗狗今天呢有一种感觉 就是在台湾问题上 各方摊牌的这个时刻呢 正在越来越临近啊 但是在目前狗狗呢还是坚持那个判断啊 就是在未来四到五年的时间里 中国对台湾发动大规模武统的这个可能性呢 是非常小的啊 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 狗狗呢想再重复一句话啊 就是对中国人来说呀 不打仗才是最大的福气啊 这个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